在会场上记者还注意到 委员们人手一台平板电脑非常吸引眼球 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那接下来来看看城市频道两会报道组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今年的政协会议委员们可以说是轻装上阵 原先每人都会领到的后文件袋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平板电脑和几张纸质的会议须知 委员们通过这台平板电脑啊 就可以浏览会议文件 还可以提交意见建议 会晤向五指化又大大的迈进了一步 省了我们三四十万块钱的文件印刷费 没有再用文件给大家 花了五十万 给大家备了一个期限 要用到2017年本件证据结束 我们五百万委员 我们建议五百万委员的主页 你的体验 你的建议 你反映社群民意 委员五年以后到底做了多少次 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委员体育里面可以一目了弹 具体上这台平板电脑上集成了政协的电子会议终端 最早在南京政协十三届四四常委会议上试运行 主要意图是实现五指化和信息化办公 本次政协会议正式推广使用 除会议功能外还实现了委员现场提交提案信息等功能 虽然平板电脑看起来挺高端 可仔细一算还是很合算的 2012年南京市政协会务印刷总费用约为53万元 如持续四年将花费200多万元 但本次平板电脑硬件采购价仅为50万元 按本届政协使用的2017年计算 共可节省印刷费用150万元 可以跟更多的一些网民 还有一些群众更多的创建这么好的平台 更多的能知道他们是去想什么 哪些需求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可以更好的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渠道 据介绍 虽然这台平板电脑是发放给委员们使用的 但本届政协委员履职兮满后 平板电脑还要缴回 遗失或损坏都需要照价赔偿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